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今天刊登2021年第47号行政法规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国家安全技术顾问 并明确其职责 该行政法规于14号生效 澳门特区政府表示将积极支持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国家安全技术顾问的工作 共同履行好维护国家安全的限制责任 同时将进一步完善澳门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持续提升广大居民的国家安全意识 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推动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行稳志愿 澳门中联办发言人今天表示 这标志着澳门特别行政区落实中央人民政府批复 完成了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设立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国家安全技术顾问的本地立法 澳门中联办表示支持和欢迎